来自日本工程县仙台市的名城高校交流团 27号上午前往了台东体中进行台日亲善交流活动 东大体中特别设计的原住民主舞蹈 也安排了设计和射箭 让日本学生进行体验反映相当热烈 台日交流活动在阿美族传统舞蹈中揭开序幕 随后来自日本仙台市的名城高校生 也加入舞蹈阵容亲自体验原住民文化 27号上午有两位老师率领21名高校生 至台东体中进行台日亲善交流 明年即将并入仙台大学的名城高校 今年已是第七年前来观摩 跟台东体中一样也是变成一个什么附属的高中 就把名城改成仙台大学的附属高中 那跟台东大学附属的体育学校 已经有七年九二的连续的互房 所以他们很珍惜这个经验 其实名城高校它的到来 其实对我们台东体中的学生 那多数都是原住民的学生 可以给他们做一些多元文化国家的一些交流 那也希望透过这个活动 可以促进台日的亲善的交流的关系 校方安排参访团体验原住民舞蹈 双方也透过入班学习及文化交流环节 认识两国文化 并相互制赠纪念品 随后前往国际规格的东大体中设计场 有设计队总教练亲自解说设计运动 也让学生实际操作 紧接着参访团前往射箭场 在教练的指导下 一一上场体验射箭文化 带队来台的日记教师 首次体验射箭活动便拿下了满分 全场不禁拍手叫好 然后希望他们在设的当中 也不要说打到自己或是受伤之类的 所以我都是以最简单的方式 来指导他们这样子 然后希望他们在这个过程中 虽然短短的只有 大概30分钟左右的时间 也可以得到一些乐趣这样 就是我带这么多年 第一次有看到一个老师设这么好的 因为我们满分是 一支箭满分是10分嘛 然后他设了199 几乎说三支箭都满分了 所以我才会觉得很惊讶 然后给他鼓掌这样子 东大体中表示 明城高校希望皆由本次海外 休学旅行增进双方 对高中教育发展的了解 透过让学生体验运动 了解异国多元文化 扩展国际观 记者江碧任台东市报道